7月25日,NBA东西竞旅行陆队官方宣布,同来自杜克大学的洛选秀杜瓦尔,签下了一份双相合同,杜瓦尔19岁。 他是杜克大学历史上一个选择带大一参加选秀结果落选的球员,创造了杜克大学历史上最为尴尬的记录,不过在下季连赛上,火箭给了他机会,而他也不负众望,在下季连赛首场对阵步行走的比赛里,杜瓦尔身批火箭队57号球衣出展,24分钟石头击中,砍下了20分三个篮板两次助攻, 三分球二投二中无一失手,利亚梅尔顿和周琪,成了全场比赛表现最好的球员,火箭对杜瓦尔的表现非常看好,认为他有能力成为保罗的接班人,但由于卡佩拉之间为能蓄决,安东尼的加盟也还在运作当中。 这两大交易悬而未决之前,火箭连选中的46号金星梅尔顿和52号金星爱德华兹都没正式签约,又何况是一位落选秀呢? 火箭原本打算给杜瓦尔的,也是一份商项合同,但杜瓦尔不想等待,熊瓦尔向他抛出了感染之,最终杜瓦尔率先和熊瓦签约了。 笔者认为,目前卡佩拉在转回市场,开班24天后去不许约,确实严重的影响到了火箭队接下来了一系列球员的签约工作。 昨天火箭CEO泰德布朗,也已经公开尊促卡佩拉尽快许约,看来火箭需要尽快完成卡佩拉的许约,好紧早锁定今年的球队阵容了。